按压柔推 这一双巧手为女人重现了细致与风采 每一个女人都值得这一个真爱自己的片刻哦 而今天的生活百分百要带你看看 如何找到一双适合自己的手 为你重现美丽自信之外之后 还要看一看这一双双充满感情的手 如何按压出她们的美丽新人生 美是女人的代名词 想要拥有健康拥有美丽 许多民众会在闲暇之余 选择来做做SPA 抒压按摩一下 而市面上这么多家美容媒体馆 民众在选择的时候 除了考虑美容师的专业技能之外 也可以从整体的外观环境 服务态度来做深入的了解 她部分你会第一个去看她的环境不要太差 好 窗洁明镜 那你走进来的时候 第一个也会看到她们的服务品质是非常好 整个接待的流程 礼仪 是不是做得很 这个很到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再去看看她们的咨询师 店长是如何做一个专业上的咨询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呢 进而 我们再来看看她们的技术是如何 那首先如果你觉得她技术很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去了解说 她们的产品 我们使用的精油的品质跟味道感觉 有没有觉得很天然 我觉得要选择是这样 是你的需要 而不是只有在价格里面去要求 为了提升整体服务的品质 由美容媒体业者开设专业的内部教育训练课程 协助总店与加盟店的美容师们 依据他们不同的兴趣与能力 来加强不同的专业技能 也给予民众更好 更完整的服务 觉得在管理层面上是跳脱的 有一个SOP的流程 跟一个学员的专业的一个教育 再加上就是一个上课的一个很规模的体制 跟一个我们的一个规章 那我多是 或许这是一种约束 可是在我来想 这是一个最大的动力 以英才施教的方式 SOP标准作业流程 统一化训练专业的知识与手机 这样全面性的教育训练 养成了每一位专业美容师 必备的知识与技能 让这一双双巧手 拥有赋予女人美丽的能力 在教育方面是一个非常完整 而且非常系统性的 那包括手机方面也是 我们就是所谓的美容师 就是统一的手法 统一的手机 那如果说我们的产品 或者是技术方面都是统一的时候 那事实上 其实客人 从第一次来做到最后一次 其实都是完整一样 包括我们的时间 或者是各方面都是完整 都是一系统 透过深层的按压 经络穴位按摩 舒缓神经与肌肉 使得长期紧绷的身体 重新获得活力 也让身心灵三方的调和更加和谐 而在整体课程的编排上 透过专业的咨询与评估 充分地了解消费者真正所需的疗程 来改善体质 过我们的专业咨询来评估判断你的体质 腹质状态需要什么样的课程来设计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专业咨询的部分 那消费者慢慢也很愿意相信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咨询的部分 可以更了解他的身心灵 他的身体状态或腹质状态怎么去做改善 采用日式的接待礼仪 在每一个小细节 对消费者都用心的服务 让每一位来访的客人 都有宾致如归的贴心感受 那其实坊间很多的SPA馆 真的我还没看过这么贴心的一个服务 让客人说回来家里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多林林总总的小地方小细节 都让我觉得说是可以让我接受信任的 在这里每一位专业的美容师 不仅细心照料女性朋友 帮助舒缓身心压力 也会不时的叮铃来访的客人 记得定期做妇科疾病的检查 守护消费者的健康 那我们的美容师呢 常常为客户做胸部的保养的同时 都会告诉他们如何在女性朋友 旌旗过后呢 如何自我检查乳房 乳房的自我检查 那也会常常叮咛他们 一定要每年定期呢 到医院诊所那边呢 去做乳房跟子宫抹片的筛检 因为他们提前有做筛检治疗 所以现在呢 他们也恢复了一些身体的健康状态 非常良好 为了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 馆内备有琉璃具保健食品 只要凭检验报告 就可以免费兑换 希望透过这样的宣导 可以帮助更多的妇女朋友 早期发现及早治疗 肌肤修护 局部按摩 书压条理 经络松弛 透过美容师们专业的手技 帮助女性朋友 找回属于自己的美丽与自信 下一次在忙碌一天过后 无妨好好的宠爱自己 让身心灵找回能量 由内而外散发光彩